昨天,看到翟千玲回应臭脸的事情上了热搜,围观了一下这件事,起因很简单,就是有个网友在日本偶遇了迪千玲,在跟对方搭讪过程中,迪千玲看起来没有很友好,这个网友就在豆瓣上发,那个妾子吐槽了这件事, 最后还补充道,白光了好感儿,虽然本来也没多少,迪千玲的团队看到这个帖子后,给他发过来看了一下,迪就在微博给了回应,大概是说自己态度,没有帖子里描述的这么差,也给对方说了没时间,自己的心情也因为这个帖子变得很差,没想到爆料这个帖子的网友也没有善罢甘休, 接着回应了,还列了一、二三条事情的经过,总得还是在说迪千玲当时的表现,不够礼貌和尊重的人,两边看来说的都蛮有道理,目前网上评论也很多,能分为好多派,但总体也可以归为两类,一类是不占迪千玲的,其中一种观点是, 既然进了娱乐圈,就别白斧了好吗?第二种观点是觉得本来这件事没什么,但是迪千玲这一回复,就感觉情商有点低了,先不说情商高低,这个回复确实是蛮耿局的, 迪千玲以往的性子也是有啥说啥,很直接那种,记得但是声林起敬主持人介绍,她是北电表演专业博士,她立刻纠正,是电影专业,张子怡说,迪千玲,我不认识你,迪千玲立刻说,胡说,我们合作过,之前拍了《迪千玲》,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, 直接说着不具备她拍白,路人还难,看她性格是那种蛮较真的人,看到帖子后会,自然也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说一下这件事,她这种总之理解喜欢的人可能觉得可爱有趣,但是不了解的人,也会觉得没修养,情商不高等。 第三种不支持翟天玲的评论,主要是列举了其他明星热心合影的例子,觉得那样更圈本更来好感,确实,包哥每次跟路人合影,不仅态度好,还经常自己拿着手机,刘亦菲也是,跟路人合影简直不要太多,而且从来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素颜,高圆圆,也经常被大家偶遇,口罩不方便, 会拿下来跟路人拍,身高有差距,也会稍微摇摇在合影,这种私下被偶遇,亲切的和路人合影,是麻辣好感的,但是拒绝就有错了吗? 看了下微博和豆瓣铁子的评论,占敌天玲的还是大多数,首先,明星私下也是普通人,没有必要去迎合每一个搭讪的路人,本来也是他的私人行程,拒绝无可厚非, 换个角度想一下,作为普通人,下班了被领导或者同事被一些没必要的事,喊着留下来加班也不高兴吧,也许有的人说明星是公众人物,本来就是实实露脸的, 但依他感觉明星应该也有两种,一种是走流量路线的,一种是他是演戏的艺人,显然敌天玲是第二种,既然在该好好表现露脸的场合,完成了自己的工作, 私下不想被打扰真的没什么,写到这里,突然想到8月份,迪丽热发也被一,各自称是群众演员的网友,在微博里爆料私下黑脸,不让拍照, 当然,这个后来被证实是恶意黑了,但其实真的私下没那么一直笑脸或者拒绝拍照,也没什么啊,有的时候现场状况本来就很混乱,拒绝拍照反而是一种保护艺人和粉丝的方式,可能引起争议的点,就在艺人的拒绝方式上,这一点,感觉黄紫涛做得不错,每次拒绝和赢的方式,不仅不被吐槽, 还让人觉得很可爱,不可以合影,但是你可以偷拍我,不能合影,但是可以陪你坐一次云霄飞车,不能鲜明,因为天气太冷了,即使因为误会提前拒绝了,不好意思的笑笑就行,但毕竟不是每个艺人性格都像黄紫涛那样,拒绝网友合影也能来得这么清奇有趣,可能这种有趣或者比较亲切的拒绝大家更能接受, 但明星和明星私下性格也不一样,即使不那么委婉的拒绝了,其实也没错吧 ma listen to. 感谢观看